各位亲爱的荣宗礼拜堂 东兴礼拜堂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透过录影的信息 和你们一起分享神的恩典 本来今天我和邱华会分别到 荣宗礼拜堂 东兴礼拜堂跟你们分享信息 但因为实在疫情很严重 我跟你们长了门商量的结果 听说你们比较怕我们 不是我们怕被你们传染 所以为了你们的缘故 当然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我们就没有下去 但是盼望透过这样子的信息 能够帮助你 那邱华又说 既然你一个人录影 而且你比较习惯录影 邱华是一个很不习惯录影的人 他很僵化 所以他就说 让我同时给东兴一起录 你们就用一样的信息 我想就重全吧 在这个疫情期间 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 叫做多结果子 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都是耶稣的言论 如果您有一种圣经 是红字版的圣经 你打开来 这一页全都是红的 为什么 因为新约圣经里面 凡是耶稣所说的话 他用红字来表示 这叫做红字版的圣经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全部都是耶稣的言论 这是一段很有名的经文 因为耶稣在这边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从这段圣经 我们要来看一个 值得深思的问题 那就是 到底哪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比较好 或者我这样说好了 到底我怎么判断 我这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灵命呢 每一个人都会想知道 自己学习的如何 或者目前成长的状态 还可以吗 小孩子会问父母说 我都已经这么大了 为什么不能做那件事呢 学生会想知道 自己学习的成果如何 虽然所有的人 虽然有的人喜欢考试 有的人不喜欢考试 但即使是最不喜欢考试的同学 心里也会暗暗想知道说 自己所学的到底有没有什么果效呢 或者我是不是第一名的倒数 在公司里面的职员 想知道自己在老板心中的地位在哪里 我想大部分人都这样 如果你常常不这样 或你一直都不这样 那我快要恭喜你 你快要把你的老板给开除了 做妻子的会想知道 他先生对他的看法 商人想知道他的业绩跟别人的比较 每一个人都在想自己 到底现在状况怎么样 找自己的定位 想知道自己的表现 想知道自己的状态 COVID-19已经两年多了 如果我们看历史上面 1918年那一次 再看一下黑死病的那一次在欧洲 我们就会知道COVID-19之后就天翻地覆 重新洗牌 财富重新分配 行业别 原来是在上面的 现在到下面去了 我认识几个 从事不同行业的 有的人 掩不住心中的喜乐 虽然他稍微压一下 可是我知道这次疫情过后 他发了 我也看到几个人愁眉苦脸到不行 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 不只现在破产 而且没有翻身的余地 除非我换行业 因此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很想知道自己到底 讨不讨神的喜悦呢 我做了基督徒一段时间 在神的眼光中 在别人的想法中 我到底有没有长进呢 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 给我们参考呢 今天我们要透过约翰福音第15章 1到8节来看 主耶稣对我们这群称为神儿女 他的门徒 的基督徒 到底用什么标准来衡量的 我先说明一下 今天我们用的经文是新译本的圣经 因为和和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没有翻错 但是他翻得不够细腻跟精致 新译本是比较晚翻出来的 他参考了更多的希腊文 以及其他版本的翻译 所以翻译的有一点点不同 那如果你知道和和本念 也不会有问题 可是你看不到它的差别 所以我今天换了新译本的圣经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 好 15章第8节说 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结出很多果子 天父就得荣耀 我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了 这是一个评语 这是一个judgment 这是一个打分数 他说A plus A加 他说 90分以上 他说 Top 2% 是最好的 前2% 他说父怎么会得荣耀呢 就是 我们结出很多的果子 今天一个很大的判断的标准 很精确的标准 就是结果子 很多基督徒 生命到底 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正常表现呢 就是结果子 结果子了没有 结果子了没有 那到底什么是结果子呢 什么是什么叫结果子呢 结什么果子呢 我们先把约翰福音 15章1到8节 读一遍 然后再来思想好吗 15章1到8节 因为是新一本的 你可能不是很顺 但是没关系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耶稣说 所有属我 而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剪去 所有结果子的 他就修剪干净 使他结更多的果子 更多的果子 现在你们因我 对你们所讲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 我也住在它里面 它就结出很多果子 这里讲很多果子 因为离开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 枯干了 人把他们 人把他们拾起来 丢在火里 烧掉了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 留在你们里面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样 你们结出很多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这段话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 往克西玛尼园路上的时候 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这是 主耶稣的最后一个晚上 他把这群门徒 所应该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 也让他们Q&A 问了很多的问题 之后他们就在路上 往克西玛尼园走 因为在那个地区 有非常多的葡萄树 所以可能看到葡萄树的 耶稣就跟他们做这个比喻 也有可能是很多葡萄树 剪下来的枝子 丢在那边 收集起来在那边烧 耶稣就跟他说 你看 这里有在烧的葡萄枝子 无论如何 对当代的人而言 看到葡萄树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 而葡萄树也是旧约当中 常常被拿出来比喻的一种植物 而旧约圣经曾经把以色列人 比喻成葡萄树 所以耶稣这个比喻 门徒是非常理解的 不同于我们现在 到底耶稣在那边主要讲什么呢 耶稣要用这个比喻来说明 一个基督徒正常的表现 就是结果子 正常的表现就是结果子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是不是有好的状况呢 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判断一个基督徒的标准呢 其实是这样 不是拿这个来判断别人 我更喜欢说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 那就是到底我结不结果子 到底我结不结果子 弟兄姐妹你结不结果子 那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叫结果子 讲清楚好不好 是结苹果还是橘子还是什么 还是要结葡萄吗 不能不结葡萄吗 那如果我是苹果树 我怎么结葡萄呢 所以到底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是个比喻 我们从新约圣经来看 大概主耶稣讲的结果子 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是结属灵的果子 结属灵的果子 加拿大太书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 说圣灵所结的果子 很清楚吗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所以第一个应该是结属灵的果子 为什么结属灵的果子呢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耶稣基督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圣灵的生命 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 那个是指耶稣的生命 上帝的生命 圣灵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产生一个新的品格 他内心有仁爱 就是爱 love 喜乐 joy 喜乐 和平 就是平安 peace 他会有一个宽容的心 他会对别人有恩慈 有良善 他对人信实 对己诚实 对神忠实 他做事情很有节制 加拿大书提到一个基督徒 他生命会产生这种果子 可是我们都知道 这种果子是慢慢来的 为什么 因为一棵植物长出来 它不可能马上结果子的 每一棵树结果子都有一定的年限 当树苗渐渐大到一个地步 它就开花 它就结果 每一种果树结果子的时间不一样 但一般的果树到了正常的期间 它就会长出果子出来 基督徒也是如此 当它到了一定的程度 它就结出属灵的果子 这些属灵的果子 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长出来的 是一种美好生命的表现 所以我们可以说 基督徒生命的正常表现 就是结果子 时候到了就会结果子 那我们再来说说 这个果子不是你修炼出来的 等一下我们会讲 它不是你修炼出来的 因为这种品格的果子 不是我们长得出来的 不是我们长得出来的 比如说平安 peace 平安 在我们里面 这个不是我们以为外在没有危险 以为外在没有危险 就是外在没有危险 我们就平安 其实它意思不是这个 它那个平安是不能失去的 所谓不能失去的 一定就是外面有失去的可能性 可是我们没有失去 才叫做不能失去 不可抗拒的意外 危险或状态的时候 我们仍然说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并不是不害怕外面那个环境 而是外面那个环境 即使伤害了我也没有问题 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看重名誉 我觉得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 所以我很怕别人污蔑我 当然了 至于什么叫做污蔑 什么叫被别人误会 这个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可是我就很怕别人看不起我 别人对我有意见 后来神兴起一个状况 你知道吗 专门来对付我 因为我怕别人污蔑我 以后神就让我在一个状态里面 所有人都对我产生意见 那我不玩了吗 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说 有没有结平安的果子 如果外在的环境非常不顺利 你里面仍然笃定 这个不是你要不要 这个是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产生这种状况 这个叫平安 宽容 也不是忍耐 这里的忍耐 其实是宽容的意思 宽容是什么 宽容是你对我不好 我不会用你对我的不好来对你 这个是宽容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 那个不是我们自己有的 不是我们要怎么样 这里解到解属灵的果子 是指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而产生出来的 喜乐也是 喜乐不是我们中了彩券 或者是学生考试考第一名 或者你升官 这当然是一种快乐 但是喜乐是一种 里面的笃定 喜乐是我们确定 我们的名被记在天上 耶稣有一次拆他的门子出去 他们回来说高兴得不得了 他说主啊 因你的名就是鬼都服了我们 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 要为你们的名被记在天上而高兴 换句话说 我们的心 我们的灵 能够稳定 知道我们是明被记在天上 然后用天上的方式来过地上的生活 这叫做喜乐 我们今天不是要讲这些果子的每一个特质 我只是告诉各位 这些特质并不是我们里面修炼的出来的 这种特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来的 这是第一 第二 福音的果子 基督徒正常生命的表现就是会结果子 那结什么果子呢 结福音的果子 什么叫做结福音的果子呢 那就是罗马书一章十三节 弟兄们保罗说 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 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 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 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 所以保罗说 我要去你们中间得果子 他想去罗马 传福音给罗马那边的人 如今他已经传福音给某些地方的人了 可是他想要得些果子 就是指着他传福音给他们 或者让他们生命得到更成长 所以得福音的果子 表示我们传福音给别人 别人因得着福音而生命有改变 我们称为福音的果子 主耶稣在这边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又说所有属我 而不结果子的知识 他就剪去 所有结果子的 他就修剪干净 使他结果子更多 这里的会结果子 当然就指的是福音的果子 我们到处宣扬耶稣基督 我们就传了福音 就结出福音的果子 所以基督徒生命正常的表现 是结果子 结福音的果子 结属灵的果子 当然圣经上还有别的地方 提到某些结果子的状态 但我想最主要的 耶稣在这边讲到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 这里的结果子 结许多果子 结更多果子 指的是指福音的果子 跟属灵的果子 那我们现在看第二点 那到底什么叫做结果子 或者能结果子的条件是什么呢 刚才说 我们的正常表现就是结果子 好 结什么果子 属灵的果子 结福音的果子 那么就是说 我们怎么会结果子呢 我们具备了什么能结果子呢 那就是住在基督里 住在基督里 就是住在他的里面 好 我们看第四节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 耶稣说 只只若不连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耶稣用一个大自然 所献出来的状况 来说明能结果子的条件 这个比喻太传神了 所以你知道吗 我在想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再猜 不是我再猜了 理论上应该是 先有耶稣才有葡萄 对不对 所以葡萄树里面 许多的特性 是按照耶稣的特性 生命的特性来创造的 所以他说它是真葡萄树 真葡萄树相对的 不是假葡萄树 真葡萄树就是纳葡萄树 纳葡萄树 然后耶稣就用一个东西来说明 那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他自己 一棵树能结果子 代表那棵树生命有成长 有成熟 如果一棵果树 我们已经看到果实长出来 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会结果子 成长成熟的果树 耶稣用大自然的现象来说明 基督徒的生命 他说 如果枝子想要结出 属灵的果子 或者如果我们想要 结出福音的果子 或者如果我们想要 结出属灵的果子 并不是我们人怎么样努力 也不是我们怎么样压迫自己 我相信所有的果树 不是因为那些枝子 想表现自己 这个枝子说我想表现我自己 比那些枝子更好 所以我就长出果子出来 我想没有一个枝子这样想 枝子没有要表现自己 它不是要跟别的枝子比较 甚至与别的果树比较 说我这棵树长得比那棵果树好 不是 所有的枝子结果子 都是为了树的生命 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 所有的枝子结出果来 果子来 都是因为那棵树生命 反映在枝子上面 因为枝子结在树上 它就能够反映树的生命 对吗 如果你把一棵树 某些枝子锯掉 放在旁边 因为它不连在葡萄树上 或者那棵树上 然后大家开始结果子 它不会结果子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离开了 它已经离开了 特别是葡萄树 葡萄树没有很华丽的外表 葡萄树是一种很简单的树 葡萄树和它的枝子 几乎不太能分别 我因为这十几年 都到欧洲去服侍 常常看到葡萄树 葡萄树的枝子 怎么结果子呢 我告诉你 它不需要努力 它就是结在 它就连在葡萄树上 它就是连在葡萄树上 有一个弟兄 他要提供我在欧洲 尼西米聚会使用的场地 他就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呢 有院子 很大的院子 我特别喜欢那个院子 三百多平 就是一千多平方米 他问我说 你的院子要怎么弄 我就跟他说院子里面 要种葡萄树 无花果树 橄榄树 后来他弄了一棵橄榄树 有八百岁 八百年的橄榄树 好漂亮 他光买那棵橄榄树 运过来种进去 一万欧元 一棵树 他种了葡萄树 所以我们就去看葡萄树 葡萄树真的长得很特别 因为你很难分辨 什么是枝子 什么是树 树跟枝子很难分别 而当葡萄树上的枝子 连在葡萄树的时候 时间到他就自己结果子 结果子是这枝子的功用 而葡萄树很特别 他几乎都在结果子 如果一棵树 他就到处都可以结果子 主耶稣说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这么清楚的比喻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要结属灵的果子 如果我们要结福音的果子 都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 当然了 我们不能去 故意阻挡让他结果子 只要我们正常状况 我们住在他的里面 我们就会结果子 就好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葡萄树的养分就透过枝子 传到枝子 然后结出果子来 所以枝子能够结出葡萄 并不是人为的 乃是天然的 也不是枝子的努力 枝子没有什么努力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此在这边告诉我们 唯一的条件 唯一的条件是 住在基督里 你常常住在基督里吗 你常常住在基督里 什么是住在基督里呢 我告诉你 住在基督里就是 我们住在他里面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什么意思呢 你住在一个里面 你就受他影响 他住在我的里面 我就被影响 你如果 在脏水里面游泳 那你就是受脏水的影响 如果你在干净的水里面游泳 你就是受干净的水的影响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空气的氧气不足 你就会觉得喘不过气来 可是如果你在空气氧气很足的地方 就呼吸很顺畅 如果你是用高氧的状况之下 对你也不好对不对 你又没有病 你为什么用高氧呢 如果你用高氧的结果 你将来如果没有氧的时候 你就麻烦了 或者高氧进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身体就产生变化 所以那个状况就是 我们住在主里面 其实就是受到他的影响 他住在我们里面 就是他成长在我们里面 我们只有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stay there 在那个状态之下 很多人信了基督之后 读了圣经都很怀疑说 我怎么可能照着圣经所说 有那种生命呢 比如说 圣经上说打你的左脸 连右脸也给他打 拜托 你打你的右脸 左脸也由他打 你打我的右脸 我不打回去都很客气了 你打我的右脸 我走了都已经对你很好了 结果还要打右脸 你有病 打左脸你有病 但是 这个生命哪里来的 有人拿礼仪连外衣也给他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陪他走两里路 求他 求得 不要推辞 我们怎么可能做到 我们怎么可能施舍不张扬呢 我们怎么可能禁食不让人知道呢 我们怎么可能这样呢 然后我们说施比受更有福 怎么可能呢 我施就是我少 我怎么会更有福呢 难道我少了会更有福吗 我告诉各位 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做到的 这些是生出来的 这些是长出来的 这些是主的恩典 结果子 所以结果子不是 只是努力不努力的问题 结果子只看我们连不连在葡萄树上 因此登山宝训并不是进天国的条件 如果登山宝训是进天国的条件 没有一个人有希望 你我都没希望 可是登山宝训却是天国子民应有的表现 也就是当你成为天国子民的时候 你渐渐就会有这些表现 换句话说 不是我们有这些才能进天国 而是你进天国以后就会变成这样 那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住在基督里 这边告诉我们 还是住在基督里 住在基督里 当我们住在基督里的时候 就自然结出果子 自然结出属灵的果子 自然彰显基督的生命 葡萄树枝子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葡萄树的生命 当我们连在葡萄树上的时候 我们就结葡萄 你不可能连在葡萄树上 你结橘子不可能 因此我们就应该成为枝子 让枝子可以承受树过来的生命 如果我们这样讲 它是我们的生命 它成为我们的生命 它的属性就到我们里面来 在我们里面流通 以后我们就慢慢活出 属灵的生命 这个叫做结果子的条件 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结果子的条件是住在基督里 好像一个葡萄树 接在葡萄树上 再来 第三 多结果子的方法 多结果子的方法 就是说 我结果子 因为我接在葡萄树上 那我怎么可以接多点呢 就是按神的应许来祈求 我们来读这段的圣经 耶稣说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住在我里面的 我也住在他里面 他就结出很多果子 看这两个字 很多果子 因为离开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 枯干了 人把他们拾起来 丢在火里 烧了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样你们就结出很多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已经是我的门徒了 这里提出结很多果子的方法 枝子能够结出果子还不够 这里提到要结出很多的果子 一颗葡萄树它的价值 在于它能够结出多少果子出来 一颗葡萄树结果子越多 它越有价值 这里提到住在它里面 就能结果子 不离开它就能结果子 但是要如何能够结出 更多的果子呢 或者是说许多的果子呢 那就是跟它要 跟它求 跟它要 跟它求 我差提 讲一讲一讲别的东西 这里有一个经文 是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 它说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我们常常误用这句话 说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知道好多的牧师 好多的讲员 好多的基督徒 好多资深的基督徒 告诉别人说 无论你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成就 所以你尽量大胆的求 我不能说错 但是你要看上文 我们想要什么就跟神要 有人说神一定会成就的 这里说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所以我想要名 向神求 求神给我名 我想要钱 向神求 一本万利 我想要一个丈夫 把全世界最好的丈夫给我 我想要一个儿子 向神一求就生了一个儿子 全世界最好的 他不会让我生女儿 因为我要儿子 我想要生官 向神一求 突然生到总经理 你做梦 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祷告 我们就是这样的读圣经 其实没有 我曾经听一个讲员说 耶和华与我同在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我还能怕谁呢 我就心里想说 你为非作歹 但是你却说 耶和华与我同在 他没有要与你同在 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人能把你怎么样啊 法院可以把你怎么样啊 警察可以把你怎么样呢 他说我还怕谁呢 你要看上下文 圣经是有这样的话 但不是每一句话 你都可以这样用 说我不怕任何人 我杀人放我不怕 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 人能拿我怎么样呢 谁说耶和华要与你同在了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反而是我们更喜欢的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那是半截经文啊 那看上面啊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 那是条件 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他的里面 神的话也没有留在我们里面 下面就没有了 无论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没有这个为事情 这里是指着 如果我们都stay 在神里面 神的话就充满在我们里面 照着神的话 我们求什么 就给我们成就 所以很多人求儿子得不到儿子 因为神没有要给他儿子啊 你以为儿子都好的吗 你没听过拜家子吗 有的人说 我要很多的钱 很多钱给你 你有什么用 你没有听过那些中奖的人吗 那些中大奖的人 几年后都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那你何必呢 而且更可怜 有的人中了奖就被杀了 到底那个东西要做什么 因此我们忘了说有上半截 它的意思是 如果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那么树就供应 枝子一切的养分 如果枝子想要什么养分 就回头跟树要 树就一定供应它 它的意思是 树会供给枝子水分 树也会供应枝子养分 如果在一个恶劣的环境 那个枝子快要干掉了 那个树自动会供应水分 如果那个地方很贫瘠 树想尽办法供应养分给枝子 这里不是说要我们随便要 乃是说我们所要的 都在它的里面 就是它的话 它的生命 所以这里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那是生命的问题 我的话也留在里面 那是话语的问题 枝子要像葡萄树要什么呢 要神要给我们的那个 而不是要我们要的 如果你要金钱 要地位 要权力 要民分 我不知道神会不会给你 没必 祂会给 你可以要要看 但是你不要生气 这个不是这个圣经里面说 给我们那些最好的东西 这里要给我们东西比那些好多了 就是结果之所需要的养分 你想要有仁爱吗 Love 爱人的心 求之不得 喜乐 笃定 那种把握 不是外在可以夺去的 平安 那种存在 不可能感受到的那一种 安定 宽容 别人再怎么得罪我们 我们还OK啊 你以为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 那这不比钱还好吗 真的 比钱还好了 就是平安 有钱没有平安 跟没有钱有平安 你自己选 没关系 反正个人得自己要的 公义的果子 饶恕的果子 这些养分 我们跟神要 神都会给我们 我们跟神要谦卑 神会给我们谦卑 那个谦卑不是人的谦卑 那个谦卑是像耶稣那样的谦卑 我认识吴勇长老 我最让 最让我佩服他 当然很多点 其中有一点就是 他的谦虚 他的谦虚 我常常就跟吴长老 讲一件事情的时候 或者我看到他跟别人互动 因为很多机会跟他接触 别人就跟他讲事情 或者是我去跟他讲事情的时候 我常常看到他就是 非常专心的听 我后来才知道 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我后来还知道 我在那边评语的时候 他的想法比我还深 他的资料比我还多 可是他就是很专心的听我讲 听我讲 听我讲 我告诉你 那个叫做谦虚 他没有一直在做判断 他乃是站在一个 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的立场 来依靠神 然后就做决定 我现在六十几岁了 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年轻人 来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不一定做得到这样 但是我慢慢会了 就是我专心的听他讲 而且我也全心全意的 在他讲的时候 我祷告主啊 你叫我怎么回答他 我告诉你 这绝对不是人的品格出来的 要是我 我两下就告诉你了嘛 啪啪两个耳光 你就学会了 但我为什么要这样 那个我也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说 结许多果子 结许多果子的方法 是按神的应许来祈求 我们想要什么 跟他求 他就给我们 他说你们想要什么 祈求就给你们了 这个祈求给你们 是很多果子 所以跟神要的是很多果子 跟神要的不是很多钱 很多名 我知道这不容易了 因为我们看不到 平安喜乐满足嘛 我们看得到的是钱嘛 全嘛 名嘛 求主联名我们 让我们得了更多 最后 结果子更多的原因 结果子更多的原因 就是修理干净 我们先来念经文 好了 好不好 一到三节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所有属我 而不结果子的资质 他就剪去 耶稣说 所有结果子的 他就修剪干净 让他结更多的果子 现在你们因着 我对你们所讲的道 已经干净了 二到三节 这里提到更多的果子 二到三节 跟五到八节那里 讲很多果子 原文有区别 这里的更多果子 是比许多果子 很多果子还更多 还更多 换句话说 一到三节是讲更多果子 五到八节是讲许多果子 如果我们已经 结了许多果子 照着第五到八节 按神的应许祈求 我们就结许多果子 那现在告诉我们 结更多果子的方法 所以一到三节 反而比五到八节 在观念上面 是更后面的事 我再讲一遍 基督徒正常生命的表现 是第八节结果子 基督徒结许多果子 很多果子的方法 是按神的应许祈求 那是五到八节 那一到三节 讲的是 结更多果子的方法 好了 现在来讲更多果子 更多果子 结更多果子的原因 是修理干净 修理干净 用比喻的方法来看 就是作为知子的我们 一直像树说 给我一点养分 给我一点水分 给我一点工艺 我可以结出很多果子 修理就说 好 那你既然那么多 我就要给你很多的养分 很多的水分 很多的需要 然后让你结许多果子 可是你说 我要更多的果子 我这样不够 我要更多的果子 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 他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我相信天父一定愿意 我们不仅结果子 而且结很多果子 而且结更多果子 你既然要更多果子 那就有一个办法 那就让你结更多果子 他说什么呢 他说如果有不结果子的 他就剪去 就剪掉 结果子的质子 他就修剪干净 让他结更多的果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 结更多的果子 有一个原因 或者一个方法 就是天父这位栽培的人 修剪我们 第二节有两种修剪 而这两种修剪 原来的语文是同一个字更 一个是剪了把它移走 这是指这些人 剪了以后 他就不在葡萄树上的意思 而这里特别对照修剪 所以修剪是什么意思 它也是这个字的字更 他修剪 有些字不结果子 把它剪掉 而这些结果子 他还是要剪 修理干净 就是把多余的部分剪掉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可以结最多果子的葡萄树 就是酿酒的葡萄 酿酒的葡萄树 那些专门培育 作为酿酒的葡萄树 它是一定需要修剪的 他们可以把一棵树剪到枝子的比例最少 结出的果子最多 如果你曾经到过酒庄 你看过他们所种的葡萄树 你会很惊讶 到了收成的时候 几乎都只有看到果子 就是葡萄 而很少看到枝子跟叶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修剪 修剪是一个非常重要 让葡萄树结出最多果子的技术 他们告诉我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我到瑞士去 他们说瑞士每一棵葡萄树 都剪成六发六根 他们说他们算出来 或他们实验出来 剪成六根 长最多 所以他们就这样做 可见这些剪的人 是花力气 花思想 研究 亲爱的弟兄姐妹 结果子的原因很多 结更多果子的原因 只有一个 就是修剪 一株好的葡萄树 可以结出非常多的果子 价值不知道有多高 但作为枝子的你我 如果要彰显基督的属性 活出基督的一切 需要常常被修剪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修剪 我是不喜欢 我是不喜欢 什么就是修剪呢 修剪就是主对付我们 用环境 用人物 用苦难来对付我们 不好的环境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用人物来修剪 让我们知道 我们脾气的暴躁 耐心的缺乏 用苦难来修剪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何等软弱 何等自以为是 自我中心 在这边 因为你们是东兴 因为你们是荣宗 我就不多讲吧 我们都知道对吗 你们当中好多是医疗人员 甚至你 我 我们当中很多人身上都有一些 你不喜欢的疾病 你不喜欢的环境 你不喜欢旁边那个人 讨厌 可是 我们必须承认 修剪 虽然对我们 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而且我们也常常问 为什么要剪这段 我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要剪这一段 我告诉你 为什么剪这一段 葡萄树怎么会知道 一定是剪葡萄树的人才知道 我曾经看过那些 在做酒庄的人 他们在剪那个葡萄树 够狠 够狠 他剪下去就是够狠 我在旁边看到 就觉得很可惜 那些还会结果子的 没有 他就把它剪了 我相信我们当中 有些种果树的人都知道 有些果树 刚刚开出来的第一批的果树 它全部把你摘掉 你没事把那些摘掉干什么 那不是很有价值吗 因为这些摘掉了 后来长出来才更好 他们说 我不知道 但是修剪的人知道 只有那些在酒庄里面 修剪的老师傅 老工人 他们非常有经验的 知道要怎么修剪一棵葡萄树 让他能够结果子 更多 我相信这个道理 我们理智上接受 但事实上临到我们 我们很难 对吗 我们也知道 当有癌症的时候 有个癌的细胞的时候 医生透过开刀把它拿掉 拿掉之后还给它打化疗 我觉得好狠 可是如果不这样 这个人就活的机会都没了 我们为什么会答应医生 把我们肚子里面的 某些癌细胞拿掉呢 我们怎么会答应医生 把那些毒物 注射进我们的身体呢 因为神要修剪我们 我们愿意为了这样子的原因 而受苦 但神在修剪我们的时候 我们多数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样 我到年纪蛮大的时候 五十几岁以后 我才知道原来神常常心急 真的很多人 很多事 很多眼光 要修剪 哇 圣经上提到摩西极其谦和 大家都好喜欢那个经文 可是为了得到那个谦和 摩西不知道受了多少苦 我们快要结束了 我要讲一下 我们一生不会一帆风顺的 你放心 有些时候是我们多管贤事而受苦 有些是我们自作孽而受苦 但有的时候 受苦是神在修剪我们 主修剪我们 我们的确苦 我们受苦是一种修剪 目的是让他结更多的果子 约伯的受苦是一种修剪 目的是让他可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 神是至高无上决定一切事情的神 保罗身上的刺是一个修剪 目的是让他知道神的恩典够他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想我就不多说下去了 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外面很脏 有很多事让我们绊倒 有很多事情吸引我们 有很多事情让我们跌倒 葡萄园也很脏 有很多虫 有蜘蛛 有些不好的东西 可是看守葡萄园的人 他一定要看守干净 并且拿剪刀 把我们修剪 主耶稣说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所有结果子的枝子 就是我们 天父都要修理干净 使他结更多的果子 巴不得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结果子 知道结果子的条件是住在基督里 知道结许多的果子是照着他的应许祈求 最后知道结更多果子的方式是 他修剪我们 就是恩待我们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树林里面 都有更多的成长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为东兴礼拜堂 为荣中礼拜堂的弟兄姐妹祷告 虽然不能亲自到他们当中 但是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 感受到他们的同在 感受到跟他们在一起 感受到你圣灵的工作 无缘佛界 能够打破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让我们经历你 求你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们当中有些人会受感染 我们当中人可能会中重症 甚至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会 被你接回天家 但是我们平安 喜乐 笃定 以及知道你的修剪 可能是必要的 因此我们忍耐等候 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 谢谢主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